所以在很多的話要說出去之前 我們希望他能夠提出一些證明 能夠有所分 柯市長跟昨天其實好像不一樣 我們昨天柯市長的犯話說 他很了解民進黨的手法 他擔心民進黨擔心他是打蔡總統 你們會這樣做嗎? 我們也很了解他的手法 沒有因為在過去一陣子 其實柯市長的很多的這個說法跟說話 其實有時候會讓人覺得有點無理頭 也沒有更能去 那我會建議 因為其實作為一個執政的首長 他其實是一個縣市的首長 那現在也是一個政黨在野黨的領袖 所以在很多的話要說出去之前 我們希望他能夠提出一些證明 能夠有所分 之鋒他們最後為香港人 就是後續的警示還有他們後續的問題 對 之鋒他們其實離開台灣之前 其實也在參跟我們說 他們很希望在這個10月1號之前 台灣的民間跟各界 各個政黨能夠在對香港的事情 在積極的表態跟參與 參與聲援 那他們因為在接下來10月1號 確實是一個蠻重大的deadlight 很多外界以為林鄭月娥有讓步 但實際上對很多的香港的第一線的抗爭者而言 他們認為現在的狀況可能是香港政府在操作這個 一手軟一手硬的這個做法 那他們其實表達了這樣的擔心 那我想站在台灣的立場上面 我們更需要持續關注香港的情勢 那未來台灣的民間社會 也更應該繼續站在 以民主人權的立場上面 可以繼續參與與支持一下 感谢观看